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指兩顆這個公正的骰子 每一顆骰子 它有六個面 1到6 他說若點數相同 則可再丟 直到兩顆骰子的點數不同為止 那這個我們叫 事件 這個B好了 事件B 事件B的話就是說什麼 就是說 指兩顆骰子 相同的話可以再丟 直到丟到兩顆骰子 點數不同為止 這個事件我們叫B 然後他說 求此不同點數之和 為偶數的機率 那在這種情況底下 然後呢 直出 就是最後那一次 因為前面的話都是直數相同 號數的骰子 最後一次的話是直數不同點數 的那個骰子 然後呢 這兩個骰子的點數和 是偶數的 是偶數的 那這種事件呢 我們就叫 A好了 A的話 就叫A啦 就叫A啦 好 好 那麼現在他問說 好 那麼現在他問說 這種事件啊 他的機遇為何 為何 那這個實際上是條件機遇嘛 就是說 就是說 就是說呢 就是說呢 最後那一次點數和 為什麼呢 為偶數的 那個事件 在什麼情況底下呢 在什麼 在呢 一直丟到 不同 的點數的時候 為止的 那個事件 在這個事件 情況底下的 這個事件 他的機遇為何 他的機遇的話 當然什麼呢 當然是 P B 那分之多少呢 A切 B嘛 好 那我們看 這個 B 這個事件 他的機遇為何 B這個事件的話 就是等於多少呢 他有可能怎麼辦 有可能第一次 就丟出 不同點數 好 那第一次丟出不同點數 這個我們叫做 P 1好了 第一次就丟出不同點數 就停止了嘛 或者什麼呢 或者丟了兩次 之後 他的點數才不同 那就是丟了兩次嘛 或者是丟三次 點點點 一直到呢 無窮向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這個 P 1 是等於多少呢 P的話就是說 第一次丟出 兩個呢 這個 不同點數 那機遇多少 就是 6乘6 因為 每一顆骰子 他有6個面嘛 他有6種情況 他有6種情況 你指兩個骰子的話 總共有幾種情況 然後呢 其中 他點數不同的話 就什麼呢 就是 有可能 就什麼呢 就是 6個點數裡面 取什麼呢 取兩種不同點數出來 做排列 為什麼 因為有可能 如果不同點數的話 有可能是 他是12 或是21 21 這種的 或是3443 這個是 1661 這種的嘛 那這種的話 等於什麼呢 等於是6種點數嘛 6種點數 取兩種 兩個點數出來 做排列 因為16跟21就不一樣了 所以是P P6 取2 那這個等於什麼呢 這個是等於 36分多少呢 這是6乘5 6636 這個是等於 6分之5 好 那P2呢 P2的話 就是說 第一次 直出相同的這個 那個骰子 那機率多少 機率就是 36分多少 相同檯子的話 可能是 同1 同2 同3 總共有6種情況嘛 然後呢 第二次的話 直出不同骰子的機率 跟他就一樣啦 這是6分之5嘛 所以這是 6166月36 就6分之1 乘以多少呢 乘以6分之5 好 那同1到底啊 P3的話 等於多少 就前面兩次 他的那個 那個什麼呢 他的那個點數是一樣的 啊有兩次嘛 所以6分之1的平方嘛 第三次 他直出不同的骰子 他機率是6分之5嘛 然後以此類推 所以你把他加起來 所以這是一個什麼呢 這是一個無窮等比級數啦 那無窮等比級數的話 公比 是6分之1嘛 首相是6分之5 所以是1 減掉多少呢 6分之1 分之6分之5 這是6分之5嘛 6分之5 6分之5 這次減掉呢 p v bar 那pv bar的話 就是說 就是每一次 他直出的骰子的點數都一樣 也就是說 這是1減掉多少呢 這個是 每一次 比如說n次嘛 這個pv bar 是等於多少呢 你那個 丟了n次 他每一次 他的點數都一樣 就等於的話 就等於 比如說你丟了n次 就是等於6分之1的n次 然後呢 n吼 n的話呢 讓他趨近無窮到 所以這是等到 這是等於 等於0啦 當你 當你n趨近無窮到的話 就趨近於0 所以的話呢 這個是等於 1減0 所以是1嘛 所以機率是1啦 好那再來我們看看這個 這個 p 這個a起b a起b 就在這種情況底下 然後的話呢 他最後那一次不同點數的 那個點數和偶數的 那有什麼情況 那一樣也有什麼 p1呢 plung嘛 就是說 丟一次 那兩個點數就不一樣了 加上呢 丟兩次以後 兩個點數才不一樣 p3plung 也是到 無窮 就是有 無窮下 然後呢 第1次丟出的點數呢 就不一樣 他的機率多少 就是 6乘6 就是36分多少 不過現在的話呢 這兩個點數 加起來 必須偶數 那兩個點數加起來 必須偶數的話 有可能什麼 兩個點數 它是基數 那基數的話 它有什麼呢 有三種基數 就是135 這135 這三個點數 取兩個出來做排列 13跟31 這兩種情況不一樣 所以必須排列 也就是說 pr 3取 兩個點數出來做排列 這是基數的 那也有可能 它兩個點數都是偶數的 有可能是 246 有可能是26 那也是什麼呢 或者是說 246 三種點數 取兩個出來做排列 那這樣等於多少 等於36分多少呢 32得6 6加6 就12 22 這是三分之一嘛 這是他的三倍 所以這是三分之一啦 好 然後呢 這個 pr 丟兩次以後 停止的 那第一次 你那個 兩個點數都要一樣嘛 所以是 36分之 6 就是6分之一啦 剛剛我們算過嘛 就是6分之一 第二次 第二次他兩個點數 不一樣 而且這兩個點數加起來是偶數 他幾率就是3分之一嘛 好 那 p3 plum的話 這是等於6分之一 前兩次的話 點數一樣嘛 最後那一次點數不一樣 而且點數和 偶數 那 以此類推 所以你把它加起來的話 這個也是一個 無窮等比級數啦 公比 公比的話也是6分之一 所以這1減掉6分之一 二分之首相 首相是3分之一嘛 所以這個多少呢 這個是等於 這是等於這個3分之一除以6分之5嘛 31332得6 所以這是5分之2 所以答案是5分之2 答案是5分之2 而是4分之1 是4分之2 2014